不是 因為我們不是小學生 而且每個局處都有自己分管的自己的執長 那我覺得市長掌握一個大方向 大趨勢 還有大推銷高雄 我們完全尊重議會議員的諮詢 完全完全的尊重 聲音大並不代表生氣 聲音小也不代表一切都是溫良恭敬這樣 反正我們就希望對高雄市政有幫助的議員提出諮詢 我們就誠懇的回答 那如果有不足的部分 透過雙方的激盪跟爭辯跟思考 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我想大家市民都是期待的 剛剛你又不太開始了 我們希望這些議員的詢問 真正是有建設性 你看剛才林志同議員問的治安問題 有灌水 有吃岸 欸 這個就是大事了 所以我就立刻很慎重來回答 代表我們對高雄市治安的重視 我覺得像這樣 高雄學長你覺得是太... 不是 因為我們不是小學生 而且每個局處都有自己分管的 自己的執掌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 一個有機的結合 那我覺得市長掌握一個大方向大趨勢 還有大推銷高雄 那每個局處執行自己的計畫 這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有機的結合 如果做的不足的部分 議員提出 我們一定馬上改 我覺得像這樣 就是一個健康的議會 跟健康的市政府 好不好 所以你剛剛後來回答 高雄發大財 是不是也有一點就是板鳳的意味 因為很多議員會剪接 把十分鐘的質詢 剪接成幾秒鐘幾十秒鐘 那這些剪接裡面 或多或少 會把高雄市長韓國瑜 變成一個好像醜角一樣 小丑一樣 那我為了方便他們剪接 所以每次答覆完 我就高雄發大財 那看起來有點傻乎乎的樣子 這樣他們剪接來消遣我 來這個窩囊我的話 會讓他們更方便一點 所以為了他們剪接方便 然後在臉書上或網路上來批判我 我提供他們更方便的素材 好 謝謝